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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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本集起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你頭靂 你怎麼了 不是我在說你 你想要瘦身也不能這樣 最近看你在那個休息室 都沒有在吃便當 你這樣身體會弄壞去啦 第一點 我從來沒有在瘦身 第二點就是說 我的那個便當每天都吃一樣 我想說吃點泡麵也打扮時間嘛 吃泡麵 怎麼了 你幾歲人 你幾歲人 你怕你就是 你就是吃泡麵吃到頭腦壞掉了 泡麵真的對身體很不好 你怎麼這樣吃泡麵呢 這樣子喔 對啊 你知道我朋友家 那個他們家飛翁 就是為了要省錢三餐吃泡麵 就是為了要把省下來的錢 寄回去菲律賓給他的家人 然後三餐吃泡麵 結果你知道怎樣嗎 怎麼了 三個月後他就走了耶 走了 真的 這麼年輕他就走了 對 他怎麼走的 他就坐飛機回去了啊 他回去買地貸品 講清楚 他就叫依景環鄉 依景環鄉 好不好 不是走了這樣 不是去西方極樂世界好不好 那是你講的好不好 什麼搞什麼講清楚嘛 他就回去 然後買了一塊地還蓋了一棟大樓 然後開始賣泡麵 好了 好不好 今天要聊一下泡麵嘛對不對 因為泡麵呢 其實對我們亞洲來說 那真的是我們的最厲害就是泡麵嘛 是不是 亞洲就是泡麵的大本營嘛 你說的 那所以說呢 就是說我們要來講說 這麼多的泡麵 各個國家嘛 不一樣嘛 你看從日本 一直到 比如說台灣也是嘛對不對 印尼也有 泰國也有 泰國 那麼多的泡麵對不對 到底誰是最好吃的呢 就是台灣啦 對 這個呢 不要我們來講 我們來問問外國朋友 好喔 對不對 如果我們來講 問題在我們嘛 對 如果是外國朋友的話 是的 沒錯 對不對 所以今天呢 我們也請到了 我們的藝人團代表歡迎 歡迎 歡迎 單對面的亞洲泡麵白白走 誰是霸主很難說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泡麵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不但方便快速又很美味 而今天排養榜單元就要來介紹 究竟亞洲各國的泡麵 哪一位最能征服老外的胃呢 今天要來嘗泡麵呢 嘴巴一定要是夠靈敏的 對不對 那其中有幾位就是主持過美食節目 那夢都被炸了我們就不講 對 對 不急 對 那我們還有另外兩位 要宣傳他們的新節目 歡迎阿諾跟學寶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諾 我是學寶 我們最近有個新的節目 叫做台灣百味 對 我們會是在每週日晚間 7點在44頻道高點電視台 然後有MOD也可以看314台 天天電視台 對 如果想知道詳細情況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 粉絲團 粉絲團 台灣百味粉絲團 因為我們的粉絲團 很常常會做活動 因為以前我們 美食節目通常看我們吃而已 對 我們現在會送餐券 對 好啦 台灣百味 如果介紹台灣 百一百種的好味道就對了 對 那大家都支持 好啦 那各國泡麵 霸霸醬喔 你們行走過這個世界各地 有沒有吃過什麼樣口味的泡麵 因為是很不好的味道 讓你印象深刻 印象不好的喔 不要先控訴 這樣這樣這樣 說 說出來 說說說 我覺得 我覺得要如果 出過國之後 你才知道說 在台灣真的很幸福 真的 泡麵選擇有夠多種之外 而且每個味道都很鮮明對不對 我記得我那時候 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很慘 因為我們在台灣 只有帶那麼多的泡麵去 反正吃完之後 你就沒得吃了 那好像沒辦法 我們又跑去美國的超市去買 所以是在美國 美國有泡麵 有耶 很好吃耶 怎麼可能 你確定很好吃 你知道那個有多悲慘嗎 那個泡麵拿來齁 它只有三種口味 雞豬牛三種 那我們就想說 豬肉的還好 沒什麼興趣 所以我那一次 我就是買了雞跟牛回去 那想說 一包一包要省著吃啊 所以呢 有一天晚上我就是寫功課 想要很晚想說吃個宵夜 結果一打開來 哇 裡面就只有那一塊麵 跟一包粉 對啊 就這樣 很簡單 裡面連青蔥 或是那種乾燥紅蘿蔔片 通通都沒有 油包呢 那個肉燥那個油包 沒有 沒有 就只有麵跟粉 然後我想說 打開就像科學麵這樣 真的 然後我想說這個 我也想說 是不是要像科學麵這樣吃 但我真的很想喝熱湯 因為很冷嘛 結果我下去煮了之後呢 想說那還是先喝一口湯頭 說不定它這個粉料 這個湯料很好啊之類的 結果一喝 不喝還好 超難吃的 而且她在講超難吃的同時 真的是吃了肥皂的感覺 不可怕 美國泡麵有夠難吃的 不知道妳吃到什麼東西啊 美國泡麵 就是喝到肥皂水不行啊 沒有 我真的很好奇耶 這是 美國有泡麵嗎 自製自己的泡麵嗎 對啊 有嗎 其實那個不是 有一個是 瑞典 當然沒有泡麵 我們都是進口的嘛 它那個是日本品牌 在美國製造的 設廠 對 依照美國人的口味 所做出來的泡麵 所以美國人喜歡吃肥皂水 對 我覺得是想像 他們都很清淡啊 對 西班牙我們有自己的品牌耶 我們西班牙有自己的一個泡麵 就叫 白雞 就是 但是我對她的印象是很差的 他們是一包 就是有那個麵 短短的 然後一個 你們說是一包粉的嘛 我們連一包粉的都沒有 我們是一塊的那種 但是我奶奶已經頭老了嘛 頭腦不是很清楚 所以她把那個煮的時候 就是那一塊沒有煮好 還是有一個硬的在裡面那種 我小時候那個是一個噩夢 就是吃我奶奶的那個 可能那一塊沒有散開 還是有那種顆粒狀 像你吃的炒飯吃到一坨鹽這樣 沒錯 而且那個 泡麵基本的原則是要好吃 然後是速食嘛 要快速的 西班牙的第一個難吃 第二個 我們西班牙我沒有方便這個字嘛 所以就連泡麵都不方便 就是要煮12到15分鐘 這麼久 太久 那就跟一般麵一樣啦 對 我也要控訴 有一個國家就是大家都覺得 它的泡麵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常常會踩到雷 就是泰國的 怎麼會 泰國麵很好吃耶 沒有 因為泰國的泡麵他們的麵 都會 所以如果你泡過頭了很快 就不小心會爛掉 對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覺得我去泰國 我就會選泡麵 然後就發現圖片都長差不多 然後大概都是這樣 都是辣辣的 有蝦子這樣 對 所以我就每一個都拿一包 拿一包這樣子 然後回去試去 怎麼都是濃濃的香菜味 我很受不了 香茅吧 他不喜歡吃香 對 香茅味嗎 香菜 真的喔 香茅也不OK 也不OK喔 他討厭香菜 對… 然後我覺得他們那個口味 因為他們麵是比較細的 所以常常那個味道太重的話 你就會覺得好像是在喝醬汁 而不是湯汁 喔 那種感覺 對 那夢多為什麼你們國家的泡麵 都那麼細呢 因為呢 基本上我們的國家很熱嘛 所以說你自己呢 我又不是泰國人 其實我也覺得泰國的泡麵有點難吃 因為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泰國的泡麵 泡麵的麵比較細 然後很快就熟了 然後我們吃起來就沒有那個口感 那你們是不會快一點吃喔 我就喜歡慢慢吃啊 就享受嘛 不是 我就說 泡很快就爛掉 這到底什麼鬼啊 沒有 韓國的泡麵 就三分到五分要煮嘛 但是我也以為 就泰國的泡麵 泡麵也是這樣煮 但是已經都 爛到已經都沒有口感了 韓國的拉麵 包括新拉麵 或其他的那個泡麵 他是為了煮很久 因為那個他煮久都不會亂掉 他是想我 就是比較速度快的人 趕快想要吃嘛 你速度很快是不是 大概三分鐘 不然就會這樣煮 這個是真的三分鐘 就湯三分 對 所以真的三分鐘 五分鐘太久了 太久了 太久了 太不可以 腻了 會累 所以啊 而且加上韓國的泡麵 就是他們是為了吃雞蛋啊 還有就是 起司啊 就是很多材料自己加 泡菜 這個有一種就是 變成一個料理 不是說就是泡麵 而且是味道都差不多那樣 真的 對啊 變化率比較少 因為之前 所以就是一個字辣就對了 對 之前去韓國 韓國有一個黑色包裝 然後那個辣椒有兩三條 然後他們出了那個什麼 超辣款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我好想要一包 因為好多YouTuber都在開箱 然後就覺得好像很厲害 對 就那時候我朋友去韓國的時候 他就送了我一包 欸我把他當聖物在供著 然後選了良辰即食 跟我老公兩個人就說 我們今天就要來吃這一包泡麵 超級正式的 然後很期待 然後真的煮完吃 超失望的 感覺就很像是 他就把那個辣椒丟到水裡頭 就是喝那個湯就叫辣椒水 他就是 他的目的就只有把你辣死 然後沒有任何層次 像我們有時候吃 應該有麻啊 辣或香啊 沒有層次 他沒有他就是 辣死你 對啊 這樣子就沒有了 沒有為什麼那麼沒層次啊 對啊 我覺得很好吃啊 沒有層次啊 就是一個辣啊 對啊就是我們 沒有啊 韓國就是有分很多種口味 比如說 因為你們的刻板印象就是 韓國的東西都很辣 但是韓國有一些泡麵 也有起司泡麵 那有沒有辣 沒有到 不辣啊 就他們都把味道分開來了 完全不辣的 就辣啊 鹹 甜 到底有沒有吃過 下次請你吃啦 生氣個屁啊 生氣什麼 可是賣的最好的還是辣的 對 哈囉 大家好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按下鈴鐺 訂閱我們的二分之一牆YouTube頻道 最新影片隨你看 精彩內容不漏階 按下鈴鐺